好 今天会副主委 黄元好 副主委你好 其实今天我们的委员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案子 其实很重要就是在台湾的古仓云家的地区 他们在经济上 在文化上 在整体的生活形态上好像是被 被我们的政府所忽略的 我想跟你讲一个数据 其实马总统曾经在选举的时候 曾经开出这样的支票 要将农家所得年所得提升到一百万 可是这个政见看起来 眼下看起来是跳票定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执政这几年来 根本就没有看到 我觉得必须持平的说 就连在民进党执政的时期 从九十年一直到九十七年的上半年 其实农家所得也是缓步向下 除了在九十四年 九十五年 从九十四年是八十七万年均所得 一直到九十五年的九十四万 然后九十六年又降到九十三万 九十七年降到九十一万 九八九九又降回到八十多万 您觉得以这样的一个情形来讲 所得严重失衡 尤其对照于这个非农家来说 所得可以说是严重失衡的 非农家都一直在一直 非农家也在降 但是基本上都维持在一百一十几万 但是最多是一百一十八万 也是九十六年 那到九十九年算一百一十四万 可是农家降得蛮多的 那您觉得依这样的情形来看 要提升农家所得 站在金建会的立场 因为金建会的高度又不一样 这个你们有什么样的做法 不管是站在落实马总统的政见 或是更高的一个高度来说 其实个人的政见不重要 能够真的帮助到人民 这比较重要的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你有什么样具体的做法 而且必须提醒你 农家所得里面的农业所得 所占的比率 一直都只有两成上下 其他八成都是非农业所得 所以看起来是蛮糟糕的 可是我们先尤其对照 昨天前天 一个老农民 跑到国税局说 我都没有缴税 我要拿了十六万说 我要缴税 那税务的人跟他讲 阿伯你不用搞 你不用搞税 然后那个农民 就自己 不要 那我捐出去 对之外你可以看 农民多么高益 多么样的淳朴 可是呢 我们政府对于农家的照顾 相对来讲 我觉得是蛮糟糕的 您觉得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谢谢委员的提醒 这个农业的发展 以及农民的所得增加 以及农业能够能够定住回流 我想这都是农委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针 刚刚您特别提到说 金建会对于这样的一个 有没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要把农业能够让他所得提高 让他农业能够回流定住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让他的产值要来提升 那产值要能提升 第一个就是用新的 近年来政府坦白讲 就是为了一件事情的伤老金 是 生产过剩 一会儿要促销这个 一会儿要促销那个 那是市场的区化跟行销的 那你怎么样让他产值 所以我要跟委员报告说 譬如说你用加值型的农业 像有机的这是一种 另外是精致型的 另外也是科技型的 那这个整个做法 农委会都有一套方法在做 不过方向是对的 如果我们农村再生 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那只做了一些设施的建设 不叫农村再生 所以现在农村再生有一个方案 它有一个指标 我们也要求农委会做到几个 第一个你一定要就业 要能够做到 第二个人口要能回流 第三个你的所得要增加 假如这三个指标没达到 所做的设施 都跟这个目标是相为 就不叫农村再生 所以我们也是用这样的高度 请农委会再做 那农委会他们有一套 农村再生相关的这些做法 农村再生投入的资源 可谓不少 可是事实上能够真正达到 您刚所接触的这几个目标 我觉得其实 当然要给人家时间 但是我是不怎么看好的 为什么 农村就说你把农路做一做 你把这农村的这个 对于农村留在农村的人 他的生活的安全性 便利性是提高了一点 但你刚提到提升就业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要看具体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跟委员报告 能不能给农委会说明一下 副主委 这个事情不是你的夜馆 带你来说说吧 假如是针对农村再生 容我做这样子的补充 请说农村的再生 那个再生 是农业社区 农村社区的一个基盘的建设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是心灵的再生 那心灵的再生其实是有牵涉到观念的问题 嗯 就你的调整 譬如说 假如是单纯的硬体建设 但是没有配合心灵的再生 那变成这个地方的建设 你们怎么做心灵的再生 所以培根很重要 培根就是要沟通 然后要鼓励在地的基民 一定要先愿意冷静的观察自己 了解自己 然后提出我们这个农村社区 适合发展的方向 想要走的方向 那这个还建设要什么 他不是把地方建设的美美的 生活的舒适度好 我们现在看来就只有这样 现实的问题是 一定要引进产略 要结合产略 所以那个部分 好的农村再生的计划 我知道啦 那你怎么营兴产业啦 怎么结合产业啦 他一定会结合 他一定会结合当地的农业产略 你告诉我 你只要告诉我说 甲乙 我因为给你时间 甲乙十日 是多久的时间 可以看得出初步的成效 跟委员报告 对于提升就业率 对于提升所得 跟委员报告 基盘建设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产业的部分会引进来 那像今年开始 农委会又有进一步 针对农村再生 有再加以修正的 以前就是 你跟我讲回答我问题 甲乙十日 你还多久可以看得出 一两年 跟委员报告 这个一定是渐进式 那事实上 已经有成果的农村再生社区 也不在少数 那些社区呢 事实上 都能够善加应用它农村的基盘建设 不在少数哦 你刚刚跟我讲 不在少 已经有成果的哦 那你给我们 可不可以给本委员会一个书面的东西 可以 你说你的农村再生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请赵委排一个专案的报告 但是 你先给我们一个书面的东西 你这个农村再生 砸这么多 除了 除了把社区大陆从这个 这个柏油再重新再弄一遍之外 你还弄了 还弄了什么东西 跟委员报告 你可以告诉我 从村再生的 这一次的这个计划呢 就是 一定要准备好才动 所以 好好好 从去然后都没关系 你就告诉给我书面报告 好不好 好 接下来请 黄处理事 是 我再请问 请问你 其实黄处理也请留下来 其实刚刚我们讲了很多诚意 蛮高的东西 我不要说过高 但是我们要看 我就可能把一个 一个现行的一个状况 算一个成额 在那边 你怎么解决 你就可以 我就可以看得出 你到底政府有没有这个能力 解决农村的问题 我们现在修庚补助 修庚的面积大概多少 二十万公顷 有没有 有没有 然后还有没有修庚 但是他没有资格符合 他没有这个 不符合资格领取这个 修庚补助 但是他现在弃庚 好 弃庚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面积有 七八十万公顷 有没有 你们怎么处理这个 你们怎么处理这个 现在耕地过剩粮食自给率 却偏低的问题 在过去三年 三年多的时间 有一个小地主大电容 这是针对如何让农地 活化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在鼓励 有竞争力的精致农业 你们鼓励了半天 这个修庚面积有没有下降 气庚面积有没有下降 秀庚的面积就是 有一部分是转到 小地主大电容 还是有一些绩效 大概 那你给我 你给我逐年的 给我近五年内的 这个数字 你本来五年前 因为马总统 2008年接任 2008年 2009 2010 2011 今天2012 你这四年来 你秀庚面积 的校长怎么样 你气庚面积 还不符合资格 秀庚还可以每年领 四万多块一公顷 你气庚都没有 他就放着 那这些面积的校长 经过你们小地主 大电容 经过你们农村再生 经过你们种种的 调整农民产业结构的 这个部分 这个面积告诉我们 好不好 因为我们看得到 一个是土地 一个是钱 我们最世俗 我们一个土地 一个钱 你跟我讲文化的提升 怎么样的 大家的爱乡爱土 可以啦 但是你告诉我 钱为什么越来越少 土地越来越 这个闲置荒废的土地越来越多 耕地 可用耕地 面积也在萎缩中 那这问题就在这里 好不好 好 这个我们提供资料 好